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 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惠林文化基金资助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文化体验活动 自2011年项目开展以来 已经连续举办七届 组织来自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加拿大、以色列等 48国405名青年落地中国23省市自治区 在当地师生的支持与协助下 出色完成404部短片 共获50余项国际奖 风采、民族、文化 以及工匠、传承、创新等 项目邀请外国青年导演来访永州 以自己的眼睛看中国 用自己的心灵感受中国 通过自主拍摄文化短片 讲述中国故事 传递文化形象 充分体练中国文化 在国际话语统集中常见方式 我认为这些经济的经济体练习维练习维 练习维练习维 练习维 习维练习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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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忆在中国 亚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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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亚烛 目前项目获得众多国际奖项 其中包括看中国系列微电影 连续三年获得中美电影别优秀系列微电影 今天是奖 康巴池女孩塔纳 荣获2017年巴西渡南渡哥国际大学生电影别 最佳国际人员奖 高美谷之星星 获得瑞士宜湾国际电影节 最佳创新晚电影奖 双生花 梦可之人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重拾一梦 龙虎2016年中国经济百发电影节 第二届国际微电影节优秀作品奖 在众多合作伙伴的关注与支持下 看中国项目得到广泛认可 全球52所院校派遣了影视专业的师生参与项目 青年代表希望代表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2015年11月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时说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 是学术机构举办公益性的中国文化体验活动 必将取得越来越丰硕的成功